憲法社的憲暗容正論有840% 引起外界七月有得款 在鳳凡主打主打 這段憲法社指控台北市議員 郵書會做歐 上海公司的上誤 憲法社把檢控提供加檔規篷 不過郵書會表示 相信檢控會證明它的清白 也沒有來度要提供無閣 按鈴控告表達部分 憲法社當事長鄧悠昆 在設有律師培董 到台北地監視控告台北市議員 郵書會加檔規篷 憲法社認為 郵書會因為市議會 憲法社用這位資格的 前來調查收集中一人 所向媒體表達 關於憲法社用這段的不惜言論 想要用作憲法社 導致行為的基礎 上海公司的名字 影響了我們很重大的這一個傷害 所以我們今天特地來告訴 其實告訴 對這項資控 郵書會說這是欠過惡意的帝國 共調他上禮拜 在接受媒體訪問時 並沒有有關 憲法社所說的 侵襲到緊流的部分 他發揮媒體的步驟 跟接受訪問的內容有差 也隨後媒體的交通 要求要改正 相信檢控會證明它的清變 也不拜託要對計劃下 歡迎提供 因為憲法社中間改建立後 並不是都經案 也不是維護案 所提到故意的 用作項例 整個案件 讓發解這期 深受控制度被斷 智慧作戰爛修作 欠動調查 檢調已經收集相關政府 進行了解 記者綜合部都